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由香港理工大学 康复治疗科学系所举办的物理治疗学 和职业治疗学的石士学位课程的线上资讯研讨会 我是物理治疗学石士课程的课程主任Thomson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讲者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职业治疗学石士课程 的课程主任陈子仲博士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三位来自社会福利署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科的 行政人员做我们今天的嘉宾讲者 他们包括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周慧敏女士 社会工作主任郑正言女士 社会工作主任周慧敏女士 以下的时间我会将时间交给我们职业治疗学石士课程的课程主任 他会和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的流程 同时他也会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职业治疗学石士课程的 谢谢陈子仲博士 欢迎大家的网上来到 现在我看到人数也有很多 请记得是200人 欢迎大家 我再次介绍自己 我是Occupational Therapist MOT Program的领导 是课程主任 这里就介绍今天 虽然时间不多 但内容很丰富 我们先介绍了 MOT Program的内容 接着就交给Dr. Wong 说MOT Program 之后就会再 说回大家 未来都希望能够报读 我们两个 一直都很严本的 Program 这样的一些细节 之后就会交给社署的同事 就会感到 其实背后都会有一个 training sponsorship scheme 就让大家知道 那个安排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然也会留一些时间 给大家在网上那里 然后就问回问题 那之后我们有个closing remark 那就 好 我们转一转 就去 OT Program的内容 好 那这里我们今次的MOT 和MPT的requirements 其实都已经去到第九届了 开始的时候 其实由2012年开始到现在 其实都已经运作得很顺 以往也有很多的报名 亦都是那个application 那个competition 都很刺烈的 所以大家 我们希望 在今次的promotion里面 也都未来这半年的时间 我们recruit的一些精英 进入我们rehab的一个感觉里面 那 说回一些occupational therapy的简介 其实呢 大家如果 来到今次的 是的 今次的 那个talk 其实对 OT 其实都一定有一定的认识 那我们呢 其实都 我们开展了OT的服务 其实到 1940年代开始了 那跟着就是 本地的前辈 我们开始 大约在70年代那里开始 那现在其实累积的人数 是去到三千多 那一路上升 那如果大家 深水清的话 其实去 现在我们人口 可能是六七八万的话 其实呢 我们的人数的比例是不够的 尤其是我们 有很多不同的长期病患 又或者一些长期的老人的问题 其实现在的比例是不够 所以我们社会 都很需要不同的职业治疗师 去服务大家社会 那大家在这个网页 这个业里面都看到了 其实有治疗师呢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牌照里面 分了两大类 那就是 新毕业的同学呢 其实就叫做所谓part one 那就是 加那个人数 我们就是大约估计 就是七百多个 那另外呢 已经是可以 能够独立执业的人呢 就是二千多位的治疗师 在不同的部门那里 那里服务 那么 职业治疗师 其实 如果大家有兴趣 是 考虑进入这个 大家庭里面的时候呢 其实都大约知道 职业治疗 其实那个职业的意思呢 就不是一个合意 代表一个纯粹工作的情况 就是泛至一些 日常里面 我们简单到 自我 就是 照顾啦 工作啦 行下啦 又或者其他 休息的整体上的一个 生活的模式 如何在社会里面 在一个有意义的情况之下 去生活的一个概念 所以 如果有不同的病症 包括身心 肢体 又或者成长方面的问题的话 而影响了某一个人 其实在不同的崗位里面的发展 那职业治疗呢 就会有我们的作用 希望大家是能够在社会里面 是更独立 更加独立去 活得更有意义的 所以呢 就是隔于 如果大家細心 听我刚才说的一个简介的时候 其实职业治疗的团队 其实有两样东西是很多元化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接触的人的层面是多的 正如我现在给大家看的PowerPoint 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不同类型的专科 会看到一些有儿科 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对象 亦都会有老人科 正如我的specialty 其实都在这个方向 另外呢 亦都会接触一些精神科病人 另外呢 亦都会有其他一些骨科 又或者神经科的病人 其实都会需要职业治疗师的一个训练的 其余呢 就是一些比较specialized 一些复康的程序 那就是职业复康 在左手边看到 亦都有一些是社区复康 正如大家 日后如果真的入了program之后呢 其实大部分你们 其实工作那个地方 都会在那个社区工作的话呢 那所以呢 这个图黄色的部分呢 将会是大家服务的其中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 那我简单介绍吧 起得不同科目的 其中一些的不同的对象 或者一些训练的元素 那其实精神科呢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可能一些的情绪的问题啊 思维上的问题呢 其实他们对于一些的社交的功能 又或者安排一些时间啊 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压力 会有一定的问题啊 那所以呢 职业治疗师就会用不同的一些的方法呢 比如一些的社交的训练啊 又或者是职场的一些训练啊 去训练回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 去处理一些工序 和他怎么样跟人们交通的 那而普通科啦 其实这个字本身就有点点误度的 因为本身包括了很多一些的 肢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也都我的一个专科的骨科啦 也都有一些的胸肺科 或者心脏科的呢 都会纳入在普通科里面啊 那而职业治疗师那个的训练呢 其实都有很多类型的啊 包括现在大家图见到的早期 因为可能一些肢体上的不足啊 可能一些关节啊 或者是肌肉的一些欠义的时候呢 职业治疗师也都会做一些不同的支架啦 又或者可能一些烧伤的病人呢 正如好像右手边的幅图呢 也都会有一些压力的治疗 抚平他们有关一些的疤痕啊 那变了加强他们的活动治疗 那之后呢 就会再做其他的肌理上啊 或者一些活动上的分别了 那儿科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呢 那其实有部分的我们的同事 也都对这个科目呢 都会有兴趣的 因为接触的朋友呢 其实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那现在其实小到呢 可能一两岁 甚至现在我们也有发展 也差不多一些可能是 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的婴儿啊 也都会有我们的对象在那儿的 他们的发展有些部分的持缓 又或者可能沟通上面有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职业治疗师也都有一些 用一个感觉综合的治疗 和一些的小肌肉或者协调训练 也都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呢 令到他们投入不同的复康治疗里面 那另外呢 另外一边商也都会有一些的 就是同事呢 也都会是就是帮一些老人家 去做不同的类型的训练 那老人家大家都想到了 他们日常生活遇到一些问题 就会大家都多少都听过 譬如一些认知障碍啊 又或者是百坑讯啊 或者其他一些老退化的问题 那所以呢 他们的认知能力啊 或者对外在的一些感知方面 也都有一些欠缺的话呢 那也都会见到 现在图上大家看到的职业治疗师 也都会用一些不同的 就是多观感的治疗啦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现实道向的治疗 而令到他们呢 即是激活他们的老的运作啊 那现在其实都用了很多 不同的手法啦 也都加插了很多 其实一些电脑的元素 也都将一些新的概念呢 就是给一些老人家 那让他们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呢 也都是近年的一些趋势啊 那而其余一些比较专业的地方呢 就是其实一般我们在公众的形象 都是觉得啊 职业治疗师呢 都是训练工作呢 那在这一版呢 就是说这一样东西 所谓的Vocational呢 就真的 当然我们会有一定的团队 是帮一些不同类型的病人 或者人士 所以当他可能是新生方面有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都用一些人体的工学啊 又或者一些专门为他们工序复工而设 或者是再找回一些新的工的情况呢 做一些的训练 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环境的转变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都大家大家看到了 在左手边那两幅图 其实会模拟一下 职业治疗师模拟一下 用一些电子的工具 模拟一下他工作的力度啊 或者一些配套 而去到右手边呢 你会看到其实职业治疗师 在一些医院啊 又或者在一些实际的 社区的配套方面呢 也都模拟一下他工作的需要 比如这位人士 可能是需要做一些地盘的工序的话 也都会模拟一下 可以逐步适应工作的需要 而听到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都意识到 其实职业治疗师 我们服务的对象多元化之外 其实我们工作的环境 其实都多样的 除了大家一般都会觉得 我们治疗师的团队 也是原先我们比较大的团队 在医院工作之外呢 随着服务的增强 也都大家进来 MOT的时候 主要是希望你们 服务在社区界方面的时候 其实特意将这一幅图 那个下半部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 就是应该大家完成了 除了这两年这么紧臭的课程之外 之后 服务的地方 包括可能一些 疑科的朋友 可能会去特殊学校 或者安务院 或者其他一些可能是 智障的人士的服务中心 庇护工厂或者辅助就业 这些等等的不同的社区服务 就是将来的工作环境 接触的层面是很广 当然也有部分的 也都可能会去医院 或者一些私营执业 大部分的应该是MOT的同学 应该都是在这个社区工作 而那个进程方面 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发展里面 其实这个MOT是一个很紧臭的一个课程 原先一个Bachelor的本科的课程 其实是要四年 对不对 而因为隔于大家已经是有一个Degree 的情况之下 现在这个课程的设计 就是用两年去完成 但是这个短了一个课程 不代表里面的所有的元素是减轻的 所以呢 所以令到大家有兴趣去读 学这个MOT的课程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是不容易的 变成要在那个心理的状况也好 也都要预计到要有一定的时间 去适应一些学习的思维 才可以面对这两年的一个课程 而这两年呢 其实就会分布在六个学期 那变成了其实都包括了夏季 夏季 夏季 也都会有一些学习的课程之外 也都会有实习的 然后再略论一下 而完成了这两年的过程之后呢 其实就是已经可以直接执业 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部分 那个part 2的治疗师 也都是获得世界职业治疗的协背WFOT 即是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的承认的了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完成了这个 因为这个program 已经是WFO承认的话 完了之后 其实如果真的有心去外国 或者其他地方执业的话 其实本身已经承认了 只要需要再考回当地的执业史 这个地方不同了 那就可以在当地的执业 那当然也是在我们的OT Board 那个OT 那个委员 那个管理会 其实都已经是受了承认 那当然我们会不断去 改进我们的那个课程 那这样就保持 就是不同的一些协背 和我们的OT Board的要求 那今年的收生呢 如果没有变的话 就是今年也是维持48位 那学分方面 那太细致的 可能就是尼导师而读 或者再留意一下我们网页 或者细致的资料 那大致上的课程呢 其实整个的两年的课程呢 其实就91个的credit 那就会有23个学分 是一些基础的科目 包括一些生理学 和解法学 因为两个学分是特别需要大家 而未进来之前都要有这个基础 要补读这些科目才可以去补读的 另外就是有43个学分 就是一些专业的科目 包括刚才我都略略都说过的了 包括骨科啊 内科啊 又或者精神科啊 或者其他一些的职能的复汉 老人科那些的服务 有关的专科 当然也都要符合 WFO的承认的其中一个要素呢 也都是要第三点 就是那个临床的实习 有24个学分 肯定大家在两年里面 一定要符合到1000或者以上的小时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WFO的要求 而在实习方面呢 也都会包括 虽然一定有那个社区服务之外 其实部分的都希望你们了解 那个医院的运作呢 其实都部分的一个临床实习 其实都会在医院那里进行的 而那个基本的资格 那大家我想 就是来参与今天的 就是网上那个的 这个讲学之前 其实都应该知道 我们的招书 那个基本的要求呢 就是那个学时学位 以及在报读之前 其实大家都要预备读 尤其是大家没有 就是有关的科目的 那个生理学和解法学 都要先报读了 才可以符合我们筛选的要求 其余一些英语的要求 和大家的讲话 比如是粤语、英语 普通话方面如果好的话呢 那相对地是受录用的机会呢 就会提高的 那这里我略略看一看 就是给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一路更新的 职业治疗部的课堂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大门口这个地方 那也都有介绍有关 不同科目的一些班房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属于一些骨科的班房 那就是Mascoloskeletal OT的Ditching Lab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边那些就是 刚才我都介绍过的压力衣 中间也是伏腔的支架 那右手边的两幅图 就是一些肢体上那些训练的一些图 那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这个比较是肢体方面的训练 那这个呢 如果大家都看到 这个那么多公仔 那么有趣的一些配套 其实都是一个疑科的一些班房 那看到这里很多的玩具 又或者可能一些swink 其实都是一些感筒方面的设计 那可以令到一些小朋友 可以令到一些平衡 也都是大小肌肉并用的一些协调的训练 也都在这里学习的 那另外呢 刚才都大家看到类似的一些配套 那这里也都给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就是那个 那个职能训练那些的班房 那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些 一些电子或者传统方面的 一些训练器具 也都在这个房里面 做一些肢体上 或者一些模拟的一些训练的 那另外呢 另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职业 也都会有很多的辅助议器的配套 那我们有个班房 就自己看下去 好像不是班房的 因为它已经是个家居一个环境 给大家去模拟一下 如何去帮一些不同类型的 比如老人家 又或者可能肢体受伤的病人 老科的病人 如何去做一些床的转移 又或者是如何去做一些主食 或者是在洗手间 如何去做一些转移的配套 那这里也是有关的课堂里面的设施 而这里呢 因为我们历年其实都好 除了一些肢体训练 或者其他的服务训练之外呢 那其实我们的副具训练 那里呢 其实都很多了 那变成了呢 其实有一科呢 其实我们历年 其实 无论是本科的学生 或者是尺导你们的学生 其实都会参与了一个 就是assistive technology的一个conference 一个辅助仪器的一个研讨会 那现在我都会给大家 就是大家看看我们以往 其实我们的毕业生 其实都因应不同的需要 是他们的功课是 就是设计了不同的一些的辅助仪器 那这里呢 其实都已经是 我给大家看的这三个 可能是一些跟的一些设计 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设计 令到可能一些活动有困难的人士 如何去剪指甲 这些其实这么生活的一些用具 其实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去设计的 那也都在不同的会议里面 是得过奖的一些例子给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来到之后 都继续练得好一点 其他就是我们都会安排不同的一些情况 大家去参与不同的社会服务 包括我们内地一些交流 研讨会或者一些训练 都会安排给同学或者毕业生去做交流 而最后就是那个学费 大家如果在网页都看到 其实我们今年的两年的学费 其实总额是六十八万 现在有关的那些 希望我们稍后再讲得多些 那变成这里呢 也都会有一个叫做 training sponsorship scheme 这个内容 稍后社主同事呢 会再细致讲回多些 这样 那而这里呢 希望大家完了之后 如果认为了一个 commitment 之外呢 我们也都在不同的 sponsorship 一些 NGO 呢 是服务不少于三年的这个协定 有些细致呢 交给之后的同事再讲 那而其余的就是 现在去到第九届 你看到就是给大家看到 历年那个的课程一个增长 早期就是三十多位 到现在呢 其实都已经去到四十八位以上 那变了就会一直都保持这个水准 也都历年我看到的 其实那个成绩 一直都很竞争性很高 那所以大家都要用一些 心机去看看 如何去部署你们的申请 希望可以到时再做一个 interview的时候呢 见大家的 那这里呢 就是大致上那个timeline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那个 online deadline 其实就是去到 去到八月十五号 那现在另外一个checkpoint 就是那个interview呢 进程呢 其实就去到 大约是九月尾的时间 就会安排一个的 就是个面试的部分 那之后呢 去到十月到十一月呢 就会是有关一些的 其他increement的程序 包括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sponsorship的程序 就会在那里发生的 那么细致的也都交给其他同事在经 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 那就应该是去到一月十三日呢 就是我们第九届的毕业商 就开始他们的课程 那今天我大致上说的是这么多 那就有问题就可以在一间网上 再打你们的问题啦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就交给Dr.Wang 去介绍MPT的课程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的介绍 我是Thomson 是这个物理治疗学碩士科程的科程主任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 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学的碩士科程 好 其实物理治疗这个概念 早在1900年的时代已经开始有了 不过在六七十年代 由于比较多折肢工业意外 他们折完肢之后 是需要做一些复康的治疗的 物理治疗就逐渐多了人认识了 那到现在当然了 我们物理治疗就已经很多人都会认识了 同时间我们涵盖的范围 亦都是非常之广泛的 以上大家看到的图片 就包括了我们可以服务的范围 同时间也有一些范围 我是未能包括得到的 例如当病人在急症室 或者他在一些心治治疗部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 开始我们的物理治疗服务 当然了一些住院的病人 我们都很常会和他们做一些物理治疗 当我们出院了 大家最熟悉可能是腰痛 颈痛 肩膀痛 肩膀痛 膝痛 那些病人或者其他的病人 很多时候都需要接受 我们物理治疗门诊的服务 当然了 当我们的病人出院了 在社区回家的时候 我们有时都会被委派去他们的家 去做一些社区的物理治疗 例如有些公公婆婆 她比较多痛症 即是直腿痛 腰骨痛 令到他们行动不方便 那我们就会上门做一些物理治疗 帮他们舒缓痛楚 同时令到他们的活动能力会好些 另外一个概念 Primary Health Care 基层狐狸 我想大家现在都很热点讨论 其实在这个层面里面 我们物理治疗 都有一个很重要角色 例如我们会做很多公众的教育 例如一些防止受伤的讲座 或者防止跌倒的讲座等等 去帮助我们公众的 另外我们也会加入一些 及早支持出院计划 即是我们在病人未出院的时候 我们已经和医疗专业合作 去制定一些计划 令到我们的病人出院的时候 会更好一些 大家看到综合了这么多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所以我们物理治疗所涵盖的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 好了 物理治疗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预防受伤 当然 但是不幸运 如果我们的病人受了伤 或者他们有疾病的话 我们也希望可以令到他们 回复他们的独立性 以及他们自己的功能 从而可以令到他们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 当然我想以上这几幅图画 大家都未必是很不熟悉的 因为如果大家去做物理治疗 可能都知道 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做物理治疗 当然会包括一些电疗 一些运动的治疗方法 甚至一些手法治疗 有时我们也会用一些附助的仪器 去帮我们的病人进行测试 或者帮他们进行治疗 大家看到上面第一幅图 就是正正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其实在帮我们的病人做检查 其后他会选择一些 他着合式的电疗服务 中间这幅图 其实是上课的 在一个肌肉骨落的物理治疗课程里面 我们的老师 其实在教他们 如何做一些检查 从而我们可以想到 究竟我们的病人有什么问题 根据他的问题 我们做出适当的物理治疗 有时我们都要用比较大的机器 例如大家看第三幅图 其实我们就在看 那个朋友 他本身的做高涉养量V2max 我们知道之后 其实可以令到我们 制定运动的方案 会比较好一些 当然我们也会教 不同种类的运动 有时我们也会用一些 比较大的仪器去测 一些我们的病人 或者朋友 他们本身的肌肉力量 用一个等速肌力的测试 最后这幅图 大家看到有个小孩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物理治疗 除了是对成年人 或者老年人是很有效之外 我们也会涉猎 这个移科的物理治疗 大家正正看到这个 就是在课堂上面 我们的老师 在教我们的学生 究竟如何去和一些小孩 做一些检查 从而想到最佳的物理治疗方案 行过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们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帮得到病人的 好了 物理治疗当然 我们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医疗专业 同时我们需要很有爱心 和耐性 你也需要很喜欢 跟我们的病人沟通 才会做到一个好的物理治疗师 我们也有不同的方目 我想这个方目 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 就是肌肉不落的物理治疗 例如大家有腰痛 颈痛的时候 去看物理治疗师 其实就是行他在这个方目 大家看到这些图 正正就是我们教同学 究竟如何做检查 然后做一个诊断 然后最后 我们就用一些最适合的物理治疗方法 去舒缓我们病人的痛症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我想大家都未必是很陌生的 就是大家看到有时在医院 或者在门床 我们会治疗一些中风的病人 黑金顺的病人 或者一些有神经症状的病人 这个其实已经涵盖了在我们神经科的物理治疗 看到我们在这个方目里面 我们有时是需要用一些比较大的仪器 去检查我们病人的平衡力 他们的身体的活动能力 我们也都会用其他方法 去看他的行动的能力 他的肌肉力量 和他的关节活动能力 从而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最好 帮他做物理治疗的方法 好 接下来 这一科就是疑科 刚才我们也说过 其实在小朋友那里 我们的物理治疗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也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教一些同学 如何做一个疑科的物理治疗 好了 这个心胸肺科的物理治疗 其实大家最多时 都没见到我们在医院和病人做的 我们在医院的手术 比如说那些慢性症肺病的病人 或者期讨的病人 或者做完手术 他们都要做完手术的病人 等等 他们都要适合 我们做的身胸肺科的物理治疗 那大家在这一幅图 看到这幅图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病人 而是一个假的病人 而在香港理工大学的部门 我们在本身 香港理工大学 我们的部门 裡面一個模擬的教學實驗室 裡面我們可以令到同學在課堂的時候 已經可以嘗試去做一個模擬的病人 做一些檢查和治療 因此當他們上完課之後 真的出去臨床實習的時候 他們會做得更加好 好了,接著變療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都試過 例如超聲波 或者其他種類的電療 其實最主要都是幫助 朋友可以減少他們的痛楚和嚴症 另外就是運動科會物理治療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巴黎奧運就會即將開始 其實我們有一些物理治療師 他們是專責去處理一些運動員 也有些物理治療師已經跟了他們去巴黎 他們最主要會用一些運動科的方法 幫一些運動員做一些接班試 然後從而提供一些最好的運動方案 當我們有受傷的時候 他們也會幫助他們做一些治療 基層護理 剛才也說過 基層護理其實我們也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例如我們會學習 怎樣去講一些講座 例如防跌的講座 防止受傷的講座 甚至我們會學習 去到一些地方 一些community base的設定 去教一些運動班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也未能夠涵蓋全部 以上的知識 大家都可以在課堂消滅得到 同時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種類的臨床實習 可以檢查和治療到不同的病人 當然再詳細一點的分析 我會和大家在Readmission Briefing再講 當大家入學的時候 首先為什麼我們需要碩士 物理治療這一科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國際的詳細 如果大家看看加拿大 其實所有的物理治療學校 在美國已經進行一個碩士的課程 即是所有的同學都需要 完成一個學士的學位 才可以報讀物理治療 美國甚至已經是一個博士的學位 讀博士的學位 在澳洲其實它是有學士和碩士的 為什麼香港需要物理治療 碩士課程 其實最主要有以上的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的市民 對物理治療的需求 就越來越多 可能因為人口老化 或者他們本身對自己健康的關注 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損換物理治療 其實就越來越多了 另外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物理治療師要點決 即是他們請不到物理治療師 第三個 其實我們希望在一個時間裏面 增加物理治療師的人數 從而令到市民可以 有機會見到物理治療師 同時也會增加物理治療師 給到市民的服務 好 那究竟碩士物理治療課程 和學士物理治療課程 有沒有很明顯的分別 其實兩者所讀的東西都是相約的 不過 NPD Program 即是碩士物理治療課程 會在兩年內完成 所以就會非常緊密 因為只得兩年 不過這個方法 其實可以補充一些 我讀完學士學位 但我發現自己 原來我對物理治療 和服務病人 是很興趣的人 可以有另一個方法 成為一個註冊物理治療師 好了 我們本身的課程 當然我們在2012年 其實已經收第一屆 到今年我們收緊 其實是第九屆 第九屆 我們是全職 我們是一個兩年的課程 總共同學需要收取91個學分 當中包括23個的基礎學分 包括例如運動學 包括基礎物理治療理論等等 有43個是一個專門的學分 例如我剛才說的科目 肌肉不落物理治療 肌肉不落物理治療 或者是一些疑風物理治療等等 有24個學分 是一個臨床實習的學分 大家要出超過 一千小時的臨床實習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香港女工大學 需要的學分 總共就是91個學分 要在兩年完成 兩年裡面 其實總共有六個學期 當中會包括兩個小期的學期 即是整整兩年 剛才也說了 我們的同學需要完成超過一千小時的臨床實習 我們同學會出幾次的臨床實習 當然他們會去到不同地方的實習 裡面會包括在醫院管理局裡面的住院服務 他們的門診服務 我們也要有些臨床實習 專門安排同學去一些NGO 做一些community base的服務 大家看到 由於我們出臨床實習 去處理不同的病人 在不同地方是非常廣泛的 因此 我們畢業的學生 其實已經足夠的能力 可以在不同地方 成為一個物理治療師 好 基本的入學要求 當然剛才Sam也有說過 有一個request 就是需要有Human Physiology 和Human Anatomy 我們會收48個學生 當然你是需要有一個學士的學位 你也要符合我們香港理工大學 基本英文的要求 其實跟學校的要求是一模一樣的 但詳細我不會在這裡多說 大家可以瀏覽我們學校的網頁 或者是部門的網頁 好 專業認證 由於我們的課程 涵蓋的面子 這麼廣泛 這麼深入 同時間 我們也需要 我們的同學 完成超過 1000小時的臨床實習 我們的同學在畢業的時候 已經受到我們香港物理治療師 管理委員會的認可 可以在香港 註冊成為執業的物理治療師 其實這個認可 在2015年已經認可了 好了 接下來我會簡單說說 我們今年第九屆 物理治療碩士的課程 收新的流程 當然今天我們有一個MPT Information Seminar 然後重要的日子 就是8月1日至8月15日 大家可以去網上申請我們的課程 在九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選擇 一些適合的申請者 去進行面試 然後我們就會選擇他進行面試 在九月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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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公佈結果 大家會在E-Admission 看到的 當然我們也要求 我們選擇了的同學 去告訴他們 究竟他們接不接受我們的offer 在十月的時候 我們社署的同事 就會給我們一個NGO list 我們就會列明了 究竟有哪些NGO 是會提供到一個 training sponsorship scheme 我們就會讓我們選擇的同學 去申請 然後在十一月的時候 我們的NGO就會見 我們的同學 看看他適不適合 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 我們的課程的註冊 直到一月頭 2025年的時候 成功申請所有的同學 就會被註冊 在一月十三日 下一年 我們就會開始 第九屆的 物理治療課程 好 乾營學費方面 先頭都說了 會是68萬的 兩年 會分開四期比 每期會是17萬的 當然同學也可以申請 由社署提供的 training sponsorship scheme 詳情 我們會交給社署的同事 和大家再分享 其實以往 這麼多屆 大部分的同學 都有申請 以及成功申請到 training sponsorship scheme 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 這些就成功 這些就沒有申請 或者不成功 好 最開心 當然 我們的同學 最後完成了兩年的學業 然後畢業 可以服務到 我們有需要的市民 也可以在社福界服務 這是我們最想看到的 亦希望你們是我們其中的一份子 好 接著我會用小小的時間 很簡單地介紹申請程序 由於申請程序的指引 其實在網上已經很清楚了 我不會在這裡很詳細地說 大家看就會很容易明白 我會說一些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最重點就是 大家要在兩個地方 做申請 有一個地方就是 最主要是 打你的自己照 以及申請其他東西 另一個地方 就要去上載一些證明 好的 第一個就是 Poly-U-E Admission的網站 那大家怎樣去呢 大家當然 可以去搜尋 Poly-U-E Admission 就已經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大家覺得 再上方便一點 不要緊 大家可以去到我們的 NPT或者MOT的網站 然後按 Fly Now 應該再按多次 Fly Now 就會去到 Poly-U-E Admission的網站 好了 這個就是網站 當然大家要去打 大家的資料 然後有一個 Log-In Account 然後就填完所有的東西 就上載了 它需要你上載的東西 那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 Poly-U-E Admission 大家做完這個之後 當然要交了 E Admission Free 然後就會有一個 號碼給你的 你帶上那個號碼 現在就去第二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RS Department的連結 OK 那怎樣去呢 如果NPT 就在NPT的網站 MOT當然 就在MOT的網站 那大家一路看下去 去到最底 Remarks那裏 就會見到一個連結 就是這兩個連結 OK 那一按下去 大家就會見到一頁 你們可以填寫你的資料 你的名字 你的application number 然後 其實最主要是想你 在這個位置 上載你的supporting document of你的human anatomy 和human physiology OK 記住所有資料 就會在這裏 這兩個資料 就會在這裏 還有其他 其實你想上載 reference letter recommendation letter 可以在這裏 或者在E Admission upload 都是可以的 OK 好 那記住 最重點 就是有兩個網站 第一個就是E Admission 我們學校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RS的link OK 在不同地方 就做不同的事情 當然 好 那最後 大家想很清楚 申請的 究竟程序是怎樣 可以去回我們的program booklet 那個link裡面 我們也要去面對 對 就這麼一段時間 突然 全是可以去我們的 隨便去 好了 等一下 應該可以去 跟對方 我們可以去 我們可以去 那裏 我會把 社會福利署的 周老師 他和大家 講解一下 我們的訓練賯設計法 任何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周維敏 現在輪到我介紹一下 由社會福利署推行的培訓資助計劃 首先講一講背景 剛才Sam和Thomson都說過 香港因為人口老化 再加上社福界增加了很多新的服務 也優化了一些現有的服務 所以社福界對這個OT和PT的需求 都是日漸增加的 這樣的情況下 社會福利署在2012年 推行這個培訓資助計劃 我們推行這個培訓資助計劃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為我們想鼓勵 科理U畢業的同學 OT和PT的同學 畢業後投身社福界 因為社福界其實都面對 這個OT和PT人手的短缺 整個香港除了社福界 其實醫療界對於PT和PT的需求 都很大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培訓資助計劃 我們將資助的金額給我們資助的NGO 這些資助的NGO主要是營運一些長者 和康復服務的單位 透過他們把學費資助給合資格 OT和PT的學生 我們資助的培訓資助計劃的對象 其中PolyU的MOT和MPT 都是我們資助的對象 換言之 即是你們被PolyU收錄了 讀MOT和MPT 就可以合資格成為 我們培訓資助計劃的對象 其實同學們要符合什麼資格才可以 除了你們當然首要條件 就是被PolyU取錄 讀接下來的第九屆 MOT和MPT的課程 另外你必須要在香港居民 意思是你們在畢業之後 可以留在香港 以及可以在香港居民 受僱於香港工作 另外你也需要懂得說流利的廣東話 為何這件事都要特別強調呢 因為其實我們服務的對象 剛才說過主要是一些長者和康復服務的對象 他們其實主要都是說廣東話 如果你們都要懂得廣東話 才可以日常在工作上 跟他們有效地溝通到 現在說一說重點 剛才我說過 由2012年 我們社署開始推行這個培訓資助計劃 到現在轉眼已經去到 第九屆的MOT和MPT的學生 接下來這屆的學生 就會預計在2025年的1月 就會入讀 應該就是27年的年頭 你們就會畢業 那我們的名額 其實你們的名額 等同於PolyU修的學生 就是MOT和MPT都是48個 那受資助呢 譬如你們都成功取得了培訓資助的話 最少你們都要在 提供贊助給你們 或者工作給你們的機構 我NGO最少要工作是三年的時間 你們就會收到 你們的學費 大概讀完整個program 就是68萬的培訓資助的學費 如果你們有收到其他政府的資助 是必須要扣除的 好了 講一講其實計劃的重點是怎樣呢 這裏同學們都要先有預算 你們是需要 因為贊助資助 其實就好 在你們自己去找一些NGO 而NGO覺得你們是否適合 將來成為他們的僱員 所以這裏其實同學 其實同學都要自己 預算你們是需要 自己都預算 是六十八萬的學費 先的 如果你們成功是 和NGO 他們匯估了你們的話 NGO就會用一個 之後會分階段 將那些學費 還給同學 所以同學是需要自己 預算一些錢 先給學費 另外你們都要 證明 你們每一個學期 要交一些成績 證明給NGO 證明你們都是符合了 學業的條件 即合格的成績 才會給你們學費 好了 學費也是透過 我們寫處 會把資助給了NGO NGO就會分歧 給他們回顧的同學 另外你們都需要 其實和NGO 簽一些協議 你們都必須 遵守協議裏面 相關接受資助的條款 如果同學不能夠 遵守條款的話 其實是需要 將一些收到資助的錢 就要還給NGO 最後就要還給社署 好了 這裡也詳細說 同學要特別留意 關於 怎樣為之 未能夠遵守協議條款 我也想說一點點 這些情況 其實之前也發生過 例如可能有些同學 讀一下讀一下就覺得 可能因為各種原因 都沒有完成過學業 另外有一些 可能學業的成績 不是太理想 也完成不了學位 完成不了碩士課程 或者他們都未能夠成功成為 一個註冊的OT和PT 另外最後一件事 可能他們都不能夠完成了 工作最少的年期 例如你做了一年之後 你因為一些原因 你決定要離職了 在這個情況下 都需要還錢給NGO 給社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裡 我們都 補充 有不同的安排 如果同學 如果同學做少超過18個月 即是在NGO做了不夠年半 你就需要把你們所接受的 所有的資助 還回給NGO 如果你們是不夠三年 但有18個月以上 就可以還回75%的錢 就給NGO 好了 這裡也說一說 長者 社署資助的主要長者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康復的服務 到底是一些什麼的服務 這裡包括一些社區的服務 這裡包括大家可能平時也有聽過一些長者中心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另外有一些綜合家居照顧 另外有一些改善家居和社區的照顧服務 或者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即ICCMW 另外也有些殘疾人士地區支援的中心 一些縣社的服務 就包括一些什麼呢 例如有一些狐理安老院 或者是一些Nursing Home 一些合約縣社 另外也有一些嚴重弱智人士的縣社 或者是嚴重層疾人士的狐理縣 也有一些學前的服務 包括一些早期的教育和訓練中心 另外一些特殊幼兒中心 或者是一些道後的學前的康復服務 另外也會有一些日間的訓練中心 例如展行中心延展照顧服務 剛才說了很多這些長者或者是層疾人士的服務 無論是社區或者是縣社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社會福利署的網站 看到這些資料 我想同學都可以做一些功課 如果你們覺得 我也很有興趣想參加這個培訓之助計劃 但我又不知道 其實社署你們有什麼服務 或者什麼服務是適合我 我想做什麼服務 其實我也建議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做一些資料搜集 可以去到社署的網站 看看一些服務 裡面都會簡單介紹那個服務 其實是做什麼的 另外剛才我也說過 因為我們的培訓之助計劃 我們是將一些資助給了一些接受社會資助的社署資助 那大家呢 我想都可能對一些NGO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NGO比較大的 可能都會有更多的認識 例如一講 可能是保良局、名愛、東話 這些可能大的NGO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們有一些心意的NGO 你們都可以花一點時間做一些資料搜查 你們都可以看一下 簡選自己覺得是想服務的對象 和NGO 最後我再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培訓之助的申請程序 剛才的入學流程 兩位都提及了 如果同學被PolyU收取了 修讀MOT和MTT的課程 你們開學之前 社署就會透過學院 給一些今年參加培訓之助計劃的NGO的列項 大家收到這個列項之後 就像我這樣說 我想你們都需要花一點時間 自己做一點的搜尋 覺得你們是想 有興趣是哪間是你們的心意想入的NGO 看看他們究竟有什麼服務 你們可以選擇了NGO之後 你們就可以自行聯絡NGO 我們都會有NGO負責人的資料給你們 你們就打電話跟他們說 你有興趣參加 今年的培訓之助計劃 他們就會跟你安排面試 看看大家是否適合 然後就會簽回一些協議 情況就會是簡單的程序就是這樣 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為開學之後 學院都會把相關的資料 和時間再跟大家說 我今天介紹到這裡 謝謝